大樓冒出雄雄火光情况相当危急 因为火势已经延烧至少两层楼 警铃大响住户全都下楼 不过这时候楼上还有两名长者等待救援 5号晚间台北万华屋龄34年的青年国宅 惊传火简当地住户数打1800户 索性无人受伤 这一大串钥匙这平常的配备 所以我们马上为这个警销人员开了大门 开了大门让他们赶快上去 利用他的室内消防栓的水压 水线来做一个攻击 那他维护得很好 刚好这叫水线是发挥效用 因为住宅老旧住户成情希望市府能够加强消防演练 不过公宅社宅最近状况频传 浴室领域间玻璃门整片玻璃碎裂散落在浴室里头 甚至有的玻璃还喷到马桶上 沿在门上的玻璃也变成蜘蛛网一样 随时可能砸下来 再看看另外一间住户的浴室 玻璃门同样炸裂还洒落在洗手台前 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 无意识他可能就是爆裂 万华青年住宅住户直户不敢洗手 青年设宅一期273户 就有三户的玻璃门爆炸 一户出现裂痕 东发局表示这一周就会全面进行玻璃检测 离心爆炸的原因 住户认为如果没有全面更换高强度玻璃 然后还是得一边洗澡一边胆症心惊 三户的江一红许惠美台北参导